在使用這個畫面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點進去當然如果是想長這樣這個是沒有登錄狀態 在右上角這邊 有個開啟在新式雙中開啟就好了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我發現有同學 還不太會用這個支援 那其實你只要這樣 OK之後的話那就不要沒什麼問題 我建議乾脆登錄算了 把密碼打上去 登錄就可以 登錄之後你會發現 就變成這樣子 視窗長得不太一樣 OK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 把這個先講一下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VPA部分 VPA的程式撰寫 首先第一個 前面我們有講過就是 一個基本的架構 那我們先Demo一下 大概會分成幾個 一個是 如果說你直接想要把這個公式 拿到哪裡呢 拿到VPA裡面使用 按下它 它自動怎麼樣 幫你輸出的不是結果 而是裡面的公式 怎麼做 清除 清除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 刮鬍自串是 它在裡面處理完之後再丟過來 所以裡面的結果 是只有 丟那個 處理完畢的結果 會有兩種 一個是刮鬍自串的 結果 一個是 刮鬍自串的公式 這個是丟公式 丟過來 把公式丟過來 那所以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也許我們先從清除開始 將起 清除是最簡單 為什麼 清除大概寫三行程式就可以了 那怎麼撰寫清除 在撰寫 VPA程式之前 一樣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說 第一個請各位 一定要開啟 那個開發人員 應該還記得吧 在這邊其他命令裡面的 那個 這個開發人員 第二個呢 切到Visual Basic 那一樣怎麼樣把它浮動在上面 但它原來太大了 你把它稍微縮放一下 然後移到 適當的位置 主要是因為我們可以一邊看著 就是你到底要做什麼 去決定下一步的動作 那比如說我第一個想要先 設計一個清除 那這個清除要怎麼撰寫 基本上 一樣 在撰寫VPA之前 開啟Visual Basic 你要先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再來撰寫程式 我先把移除 重新再來過 你們也許你看到的應該類似長這樣子 那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 往後 無論你撰寫VPA 都一樣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要慢慢熟悉 後面可能就不會 再講這部分 因為這個都一樣 OK 第二個的話 你要 假設你要產生的是一個按鈕 按鈕 不過做按鈕之前 要先 產生一個程序 叫做SUB 所以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 這邊 型態是SUB 那名稱的話 我就把它打成清除 按確定 清除的話 基本上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清空 清空的話 我想 先把這個拿來用 這個也許 假設裡面有資料 我想要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拿來清除的話 前面有講過 基本上就是 4 列的話 是I列 等於什麼 第2列 一直到最下面列 到最下面列 直列 Enter兩下 NAS 然後2到10列 再來的話 把什麼東西清空呢 把它的 B欄清空 那B欄 記得 後面的東西丟到前面去 所以呢 第I列 從2到10列 的第B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就是空置串 這樣子 它就會把什麼 第2 到第10列 全部都清空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按下執行 它就會自動幫你執行清除的指令 把它執行過 OK 好 這樣的話就全部清空了 但是 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之前好像我們 第10列有同學也會 一直問說 老師那將來可能 這個參賽者資料呢 會一直增加 那如果停掉第10列 那以後如果不是第10列怎麼辦 這個蠻重要的 未來其實很多地方要偵測 一個範圍裡面的最下面列 其實有固定的寫法 這個固定的寫法 通常是這樣 這個10要怎麼改成 就是 自動追蹤 這個範圍裡面的 最下面列 那這個寫法通常會是這樣 就是說 比如說我的游標會放在A2這個儲存格 然後呢 去抓到它這個儲存格如果向下 偵測的 列號 那在這個敘述裡面 你可能會需要 在VBA裡面你需要知道 可能 再多認識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名稱的叫Range 這個Range 將來也會不斷出現 而且非常重要 我們前面有交一個Sales 再來你可能要認識 第二個物件 叫做Range 那這個Range 顧名思義 它就是範圍 當然範圍 不是 只是單單一個範圍 你也可以只單一個儲存格 它也是一個範圍 所以假設我今天以哪一個儲存格呢 游標放在A2 OK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有點類似像做這樣的動作 游標放A2 然後按Ctrl鍵向下 Ctrl向下 不知道根本沒用過 Ctrl按住呢 再按向下 它會追蹤到 這個範圍的 最下面一列 OK停在這裡 那類似的做法 在VBA裡面 也差不多 點 你打一個1 1的話是 它的這個邊界 就是 最下面 是and and 刮鬍 那and 它包含有四個方向 你可以感受向下 向左 向右 向上 它會追蹤到 所以你打一個前刮鬍之後 它會出現什麼 上下左右 它會問你說 那你是要偵測的是 上下左右的哪一個方向啊 那你就跟它講說 我要從A2 去找一下它最下面 最下面 的那個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你把它點兩下 再加一個後刮鬍 這個意思是說 最下面 的 鏡頭 最後 找到什麼東西 再多一個點 點Raw 列的話是Raw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透過這個Raw 告訴你說 最下面一列 剛好抓到的是第10列 所以回來的剛好就10 可以特別注意 那 也就是說 其實在VBA裡面 它有個概念 就是物件 這個物件 叫Range 那你指向A2 它就是A2這個儲存格 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屬性 物件 物件其實就兩個重點 一個是屬性 一個是方法 那什麼是屬性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一隻手拿著一個東西 這個叫屬性 那這個屬性 那這個屬性裡面 大概就是包括 它的 比如說物件裡面的 相關的狀態 什麼狀態 它是哪一列 哪一欄 或者是裡面放什麼資料 它的寬 它的高 它的顏色等等的 都會利用屬性 去儲存這些相關的訊息 那什麼是方法 像這個 SLECT 前面有一個 綠色的東西 這個叫做方法 那所謂的方法就是做什麼 比如說 哪一個儲存格 點SLECT 意思是什麼 游標 放在那上面 就點SLECT 就是 做什麼事 有點像動詞一樣 OK 那物件不外乎就是這兩個 往後 其實如果你要 徹底了解VBA 反正你就理解 屬性跟方法 大概 差不多就是 不脫這些 這兩個 範圍 所以這部分的話 如果要 抓到什麼 最下面一列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的敘述 這一行 未來會不斷出現 只要是要偵測 某一個 範圍的邊界 最下面一列 寫法 都是 這樣的形式 OK 好那我們寫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 知道說 它的邊界是在哪裡 所以 其實當然你如果 假設一樣 我這邊再放個資料 那如果清楚了 當然也是一樣 這邊 優標放這邊好了 這邊是一個中斷點 所謂中斷點就是 我希望知道這個結果的話 那我可以先執行 這個中斷點 它會先停在這裡 那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把游標 當然因為你有中斷點 它會停住 讓你知道說 這個現在這裡面東西 放什麼資訊 然後當然你可以 2到10 所以這邊的話 它自動會把 第2列到第10列的資料 分別清空 OK 清空的話 那這個中斷點 拿掉 可以加也可以取消 我只是 示範給各位看 OK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清除按鈕完成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 如果你希望 因為你假設要寫 那個VBA程式 你可能還沒有頭緒 那可是 至少你 比如說你工作裡面 已經有寫了一些 像這種東西 這個如果寫好 那你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按 一鍵完成 自動把什麼 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個 儲存格裡面 讓它去執行 所以其實 你的公式 除了說 可以在 這邊輸入之外 你也可以讓 VBA自動幫你填上去 那填的方法 其實只要 拿這個清除來修改 不需要再重新擦軟 因為它結構都一樣 貼上 那名稱的話 也許這邊我們叫什麼 叫刮鬍自串 不是公式 那這邊的話 假設名稱我叫做 刮鬍自串 那個公式 好 那輸出的話特別重要 剛剛是輸出空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以後如果你已經有寫了一些公式 但是 你不太會寫VBA 你可以有個方法 把你剛剛寫的公式 點它一下 就複製一下 或Ctrl C 複製 記得喔 一定要再做多一個取消的動作 因為你如果沒有取消 像之前有同學在點這邊 奇怪怎麼點不進去 因為 它的游標現在停在那邊 那怎麼辦 取消喔 這邊特別重要 取消 複製做取消 把公式貼到這邊來 那貼到這邊來 特別注意 它會出現什麼錯誤呢 第一個 因為在公式裡面 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那會跟VBA裡面的雙引號混淆 怎麼辦 在這邊有個公式 記得一個 不是公式 一個規則 如果說你的公式 你的那個 Excel裡面的公式 假如有雙引號的話 記得 把一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 那一個變成兩個 其實因為我們這邊的 雙引號好像還蠻多的 所以以前的 以前的做法是反正看到一個 就把它再補一個 一個 再補一個 可是 它補很多個啦 對不對 所以 像我的習慣 乾脆用什麼 記事本 編輯 有個什麼 取代 對不對 把一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 這樣比較 不會錯啦 因為我之前 就是自己慢慢改 然後來 越寫越複雜 像公式裡面 很多很多雙引號 常常只要少改一個 那 你貼到那個上面 就出錯了 所以用這一招 感覺會 比較不容易犯錯 這個是 像 這種東西 書裡面也沒講到 我發現 書裡面都沒有講這些東西 比如說如何把那個 你已經寫好的公式 變成VBA 這個書裡面完全沒講到 我發現過沒有 那這個是我自己 不知道 自己摸索出來 後來發現有個簡單的方法 居然可以執行公式 那我就要這樣用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也是一樣 後來其實也是一樣 我把公式放上去發現 不行了 雙引號怎麼辦 後來發現 原來變兩個就好了 把它全部取代 取代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再按 再按的話 它又變成兩個 變成四個 取消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原來的 一個變兩個 那你就把這個 再複製一下 等於是 用記事本來當成是 什麼 算是 一個 過濾的 一個工具 然後把它 貼到哪裡 剛剛清除的這個 有沒有 在中間 雙引號中間 貼上 貼上之後呢 我們來執行看看 其實基本上執行 你會發現 奇怪 怎麼全部都沒有東西 到底很簡單 因為我們貼上去的公式 A2 這個還是A2 這個還是A2 也就全部都抓A2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把A2的2 這個A2 全部都改成 改成 23456的話 那它就會改變 可是問題 那怎麼樣讓它改變呢 其實 第二個規則 如果說你要把什麼 你要把那個 就是 公式放在 VBA裡面的第二個規則 第一個規則是 一個雙引號 變兩個 第二個規則是 把裡面的列號 改成I 那你想說I 要怎麼把它改 這個看起來 好像很簡單 但是 還是需要一點技巧 你不能直接把那個I 直接就這樣子 把它放到裡面來 因為它是一個變數 變數跟 自串 沒辦法直接串接 這個觀念跟 在Excel裡面一樣 Excel 我們前面不是前後要串接符號 然後再放中間嗎 所以概念相似 做好我做一次 先把2的地方 用雙引號雙引號 先把它分開來 意思就是說 本來一個完整的字串 把它切開來 切開來變成兩個字串 這個 這個是接前面這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字串 這個又是一個字串 那我要怎麼中間串 AND 把I放中間就好了 但是我前面有講過 就是那個AND的符號 在VBA裡面 前後要加空白 在Excel裡面不用 所以你就最後再多一個空白 空白 反正就加4個空白 因為一個AND前後都有 那個 就是前後各有一個 所以總共有4個空白 因為我們有兩個AND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那A2有沒有 就變成這樣子 串在這裡面 那後面呢 還有A2 A2 A2對不對 當然你不需要重做啦 其實很簡單嘛 頭尾對不對 怎麼樣呢 Ctrl C 貼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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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OK吧 因為我自己是做得很順 我自己也是 很順的做完了 可是我發現同學好像 還可能還不太熟 所以做的可能會沒那麼爽 不過我做這個 Ctrl C 這邊怎樣 貼上 Ctrl 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 再貼上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對 可是問題是那個2 他比較 不是像雙引號 就2的話可能其他地方怕還有2啦 你一取代怕 取代到不應該取代的地方 所以A2我可能會直接用貼的 那如果 雙引號那就 一定沒有問題 因為雙引號 反正你只要看到雙引號就變兩個啦 OK 那 方法很多啦 我想 我講過了 我只提供 我覺得好的方法 但是不見得對你是最好的 你自己也可以想想看啊 有的時候其實有些同學自己有更好的方法 也會跟我講 老師哪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覺得比較好 我也可以接受啊 那我當然 對這個方法好 你這個方法不錯 所以我 之後在上課的時候也會把同學提供的意見 再加進來嘛 OK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呢 我們就可以試試看 所以直接 做個按鈕 或者是直接執行看看 直接執行 有沒有發現 全部就完成了 那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 主要是將來啦 當然你 這個 你的以前做的東西 假如很多公式 那你可以直接就輸出到某個範圍 你就不用去想說VBA怎麼寫了 而且甚至 一個回圈可以輸出 不是只有一欄 我這邊只有一欄 你可以輸出同時輸出 一個回圈可以同時輸出很多個欄位 按個按鈕自動就完成 然後甚至後面還會講就是自動格式化 比如說你哪一些顏色要變更 然後再加一個框線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 預覽列印 甚至直接就幫你把報表印出去了 那這樣子的話 那很棒 按下去 可能 下班前按一下 對不對 交個老闆 下班了 這樣OK 就很 大家如果你可以把整個系統都做出來的話 其實做的事情是非常 愉快的一件事情 OK 就是最好了解 所以特別重要 如何把 我再把重點提一下 一 把那個 清除 有沒有 這個應該不難 前面講過 複製貼過來 修改這個 有沒有 刮鬍 自串公式 二的話 就是 原來這個後面是 那個 雙引號 雙引號兩個 然後中間東西 其實你就把 我們前面這個 公式 複製 然後呢 取消 貼到哪裡呢 記事本把它用什麼 取代的方法 一個變兩個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 VBA裡面的公式 就是貼到這個 這裡面 貼完之後的話 再做什麼 做 取代成這個 就是I的部分 那就 最後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如果說實在是有問題的話 我剛有提過 這上面都有答案 再 清除 有沒有這一段 刮鬍 OK 那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 好 好